咱就是说谁懂吧 我这起个大早要去赶火车去 完了让狗给我锁卷帘门里了 昨天晚上我家这傻子啊 把家里唯一把卷帘门钥匙 扔一楼桌子上的 这傻子前脚刚上楼 后脚梦他脚就对卷帘门钥匙通下杀手了 幸好啊我未雨绸缪 放闺女手里一把备用钥匙 结果人家骑自行车来的 到了的时候火车都开走一个小时个屁的了 本来我是计划当天去当天就回 这下个好了 赶不上早班车了 又舔个老脸 求闺蜜帮我伺候一群狗 快去快回来啊 我和我家傻子是紧赶慢赶的 上了下一半车了 结果刚上车没多长时间 就收着闺蜜违信的 让国庆咬了 原来说俩刚走 闺蜜就洗了个头 然后就坐沙发上捋头发 胳膊就怼着国庆了 国庆是何须人也呀 那是我家又暴躁 又敏感的老头 我管你多少年交情呢 你怼我 就必须咬你 谁懂啊 气死我了 我家 猫猎呀 来到疫苗了呢 我也不知道在啥捏了 真的 现在消死的心儿有 现在小属都现在有 现在小属都现在有